大家好,我是陳海君。 晚至金唐席等的抗疫措施,今晚深夜就戒滿。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預告, 今天稍後會公佈這些措施是否需要延續。 他形容近日的確診數字有下降趨勢, 情況相對令人放心。 我們會密切觀察已經出現的個案下降趨勢是否可以持續。 雖然只是多了幾天, 但整體情況可以說是在持續下降。 昨天也是首次自7月初疫情再爆發以來, 是單位數字的九鐘。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們看得到有一個令人相對放心。 我在這裡預告, 今天稍後,我們爭取也是盡早, 今天稍後我們會公佈 最新一輪的社交距離措施的決定是怎樣的。 他又說九月推出的社區普及檢測是百分百自願, 不參加的話不會有後果, 對私隱的保障也會做到百分百。 他不點名批評有所謂的醫生和專家叫人不要參加, 唯一的目的是抹黑中央, 破壞中央和香港的關係。 上週五, 百分之一百自願性普及檢測的計劃。 目標是願檢盡盡。 所以如果市民不願意, 是沒有人可以逼他來接受檢測。 我們亦不會為自願性檢測掛上任何條件或後果。 即是說如果你不來檢測就有問題了, 或者香港社會就會出現了什麼情況, 是完全不會。 為什麼會有一部分人士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都不參加呢? 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回答。 這個問題應該由自從推出了這個計劃, 不斷去抹黑這個計劃, 不斷去找藉口, 叫市民不要參加這個計劃的所謂專家, 醫生和一般人來對答。 為什麼他們要有這樣的心腸, 去阻止香港市民參與這個計劃呢? 只有一個目的, 這就是政治計算的目的。 這就是再找一件事來抹黑中央, 破壞香港和中央關係的目的。 我想不到有另一個目的。 因為,